0.16,0.16有沒有 5伏特0.16 只有0.16安培 你看,這個 這條線呢,是我之前呢 這個是在網路上買的,它標示 第一個,因為價格便宜 因為我想說Type-C,我以前有一台 Samsung S8 那需要用到Type-C的線 所以我就買了幾條 都買一樣,結果買回來之後 手機充非常久 電池充非常久 一直沒有辦法充飽,我就覺得很好奇 所以呢 我後來又去 買了一條 貴一倍的線,這條 也沒有到多少,六百多塊錢 Type-C的線要六百多塊錢 我們來看一下 一條只要一百五十塊錢的線 跟這個 六百多塊錢的線 差別在哪裡 剛剛的電流 只有 0.1多 對不對,0.16 你看,現在電流到多少 可以到1.03 0.8 差了幾倍 今天為什麼要拍這一集 就是因為之前 記不記得我去電子上場 看到有一面牆上面 掛著傳輸線很便宜 一百多塊錢的Type-C的線 都只有一百多塊錢標示著快速充電 那時候讓我想到一個 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讓我決定今天要拍這一集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GO 那我們都知道iPhone的傳輸線 在原廠的 幾乎是 你買一百條 可能會壞一百條 我幾乎所有每一條全壞 就是它那個頭全部都會斷 那除了這部分的話 為什麼傳輸線在外面的價格 高低起不會差那麼多 那一百多塊錢 也有那個八九百塊錢 到底差在哪 然後也有細的也有粗 而且那一天記不記得 我們在電子商場看到 有整排的牆壁都掛著快速充電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來探討一下 不同的傳輸線 不同的材質 它的效果到底會不一樣嗎? 還有它的耐用程度到底在哪裡? 等一下給我們介紹 傳輸線的秘密到底在哪裡好不好? 大帥老闆 Ivan 不帥 一點點不帥 大家好 一般我們在外面買到現場 有些他說他有認證 MFI認證 那為什麼MFI認證只要一百多塊 有些人說他有快充 然後要怎麼樣去知道說 這些的規格 上面所寫的是真的還是假 一般的消費者 肉眼去分辨要怎麼分辨 如果我沒辦法用這種分辨 我可以用怎麼樣的方式佐證 MFI的重點是那顆晶片 就是蘋果賣給你那顆授權晶片 那簡單講就是說 你的線材一定有那顆晶片 才能保證你 百分之百能去相容它的 所有Litlin周邊的充電跟傳輸 這是個目的 可是 畢竟晶片只是在這個 這條線裡面的只是一個部分而已 線材本身的好壞 你的裡面的比如說那些 你的用料啊 包括你的銅線啊 絕緣體啊 還是你什麼加料 甚至你在這個街頭有沒有做強化 這個就變成就是各家廠商 自己自由發揮的地方 然後你自由發揮完了之後呢 你再將整條線 將它的晶片 拿去給蘋果做所謂的 MFI認證 它過 它就會把MFI的東西發給你 所以其實市面上 這些所有線材的價差 它就來自於哪邊 來自於這個頭 以外的全部那些東西的價差 你如果碰到線 不能充我覺得小事 怕是怕什麼呢 我上機器 比如說我裡面的線 可能用不好斷掉了 結果那個晶片可能沒有保護效果 當電間衝進來的時候 去燒好的機器 我覺得這個反而比較上 甚至之前不是有些會 短路還是什麼 燒起來的嗎 對 所以我覺得反而建議 其實不要為了去 開那個兩三百塊去買那種 就所謂這種就是夜市 夜市號稱 對 有拿MFI的線是不建議的 嗯 那原廠的線為什麼 幾乎每一條 這裡都會斷 原廠講好聽 叫做環保材質 商人的意義是什麼 要賺錢嘛 你壞還要買第二條 你不會壞什麼 對不對 已經是這個邏輯嘛 畢竟你衝進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變壓器 對 線在到我們的 裝置 裝置 那你現在要到這麼快速度的時候呢 除了這條中間這個之外 你的變壓器的輸出要夠嘛 我們的設備呢 要有辦法吃那麼多 對 接收電流必須接收這麼多 最關鍵的部分 是在哪邊 在於它 它先 因為我們的設備啊 不管是iPhone iPad 任何這種Apple的主要設備呢 它都為了保護它的電池 所以它並不會是隨時都是給我最大的那個電流量 它會依照它的設備的不同 去給不同的電流量 它會依照它目前電池的剩餘容量 去吸收電流 當我今天沒電的時候 我當然拿到最快的電流嘛 對 可是當天我快飽的時候呢 它慢慢降 2.4A 可能降到最後 它可能剩1A左右 那為什麼 就是為了保護它的電池 所以 第二個設備它很重要的是 它去決定說它要吸多少電 對 再來是什麼東西呢 你的充電的變壓器 供應電流 供應電流有沒有支援 主機會透過線材 去跟你的變壓器做溝通 你必須溝通上了 它才會給到最大的電流 溝通不上 它可以最小 對 能充就好 對 所以為什麼變壓器 其實也要講 原廠或是有經過原廠認證 甚至是大廠做的變壓器 你外面買那種夜市的幾百公尺變壓器 也是會問你什麼問題 不止充不快 它可以號稱2.4A 對 可是因為溝通不了啊 它只是標2.4A 對 可是你根本 一般消費者不會知道 對 目前幾A 所以要怎麼測 我這邊有三種變壓器 因為它是5V1A 配上的是一條最原廠線 哇好帥的螢幕啊 好 2.2的 看多少 0.96A 有沒有 1A是目前最最基本 這時候如果你拿比較好的線來測呢 應該不會有感覺 它最多就只能給1A啊 對啊 所以你再拿照好的線也是只能1A 是 新猜的 對 可是因為現在是1A 所以我們現在測應該不會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感覺 一樣嘛 也是0.96A 對對差不多 這不會有感覺 可是 我們這時候如果換了一顆 5x2.4 92W 我現在準備一條這是原廠的線 好 這條是 然後這條是我們 加袋的線 避免廣告寫名 不能講名字 那這是iPad Pro 對 它理論值最高是2.4A縮入 可是因為 它現在電量56% 所以它不可能吃 全滿 全滿 我們先試原廠的線 看它能充多快 1.85 88 我們等一下等一下 1.83左右 對 這是我號稱 號支援的快充 有嗎 2.15 2.15 有沒有 大電流的時候 線材的這個 裡面的新的好會 會影響 對 所以你看都標2.4A 2.4A 可是它就會有不同的 嗯 充電速度 對 這個還是原廠的喔 如果是那種便宜的副廠 我看過那種更細的 你知道嗎 晶片其實應該都是 同一顆啊 同一顆晶片 但是它的差別到底更難 就是線性 有辦法看到裡面嗎 這個就是最外面的一個隔離網啦 那這個是原廠的線材沒有的嘛 隔離網其實 沒有什麼很直接的效果啦 它只是一個好看跟防刮而已 這斷斷原廠線 其實原廠線也是一樣齁 外皮之後呢 它會有一層這個 鐵絲隔離網 再一個鐵皮 這邊有鐵皮 這有皮 這兩層的目的呢 是要隔絕電池跟 就是那個EMI的部分的 就是阻隔跟外界EMI的干擾用 然後撥開裡面會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線心的嘛 來 線心 一樣嘛 我們正常會有四條線 那原廠這個也是一樣的四條線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差異在哪邊齁 你看第一個 原廠這個線 出息度不一樣 我找不找出來 你這個是原廠的線 這才是原廠 壞的嘛 我都撥給大家看嘛 對 出息度有差 線性不一樣 再來副廠有多什麼東西 像這條線 這是目前市面上 號稱最耐者的 現在這邊會寫號通過 180度的5萬次的 命命在哪邊呢 大家看這個黃黃這個線沒有 這個就是原廠不會有的東西齁 叫做防彈纖維 它在線的裡面呢 又加這個防彈纖維 更耐摺 它會支撐這個線的力道嘛 你如果這邊有防彈纖維的時候 變成是我是靠在線材這邊摺嗎 它會抗拉扯 加強線材的拉扯的能力 可是經過它是在拉這個嘛 所以它撐住這個線 對 以上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做的實驗 就是說 空口無品啊 我們用一些測試的器材來檢測 讓大家知道其實外面的線材 層次不齊 然後有便宜的 有比較貴的 不過呢 買你自己所需要用到的部分之外呢 電子材料這種東西 它的安全性跟器材還是必須要講究的 因為萬一如果手機 充了爆掉啦 爆掉還好房子燒了 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今天謝謝我們這個 威宇科技的大帥老闆 要這一啊 同時它也是 我最喜歡用的那個UAG手機保護殼 這個台灣的總代理 好不好 如果有很多朋友 我們有很多的粉絲用UAG 我知道 那這裡就是他們的總部 好不好 台灣的總部在這裡 對對對對 我們將來會拍很多 類似這樣實驗性質的內容 謝謝Ivan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1.2 1.19 我現在還是只是用行動電源充喔 如果用牆壁的變壓器 電流量應該就會更大 OK 今天呢 為各位介紹的內容 跟剛剛的講解 不知道各位 對各位有沒有幫助 所以呢 你在買傳輸線的時候呢 要挑選 傳輸線幾乎是我們電子產品的必備 幾乎用USB就可以充電 任何的產品記錄線都是用USB在充電 所以線材呢 在挑選的部分呢 就可以利用今天這一集 大家所吸收到的知識 將來在買各種品牌不同的線材的時候 可以作為參考 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朋友呢 記得要在下面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未來會有很多類似 像這樣子 有些知識性的議題啊 或者是空拍啊 旅遊啊 我們會陸陸續續都一直呈現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